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PLE公民新聞報 臺中沙路有一條清澈見底的溪流 南世溪 是在地許多人童年遊玩 溪溪 充滿回憶的地方 地方人士也特別發起了活動 守護南世溪 台灣中部大渡山溪側 擁有一條源源不絕 清澈見底的泳泉南世溪 溪水乾淨 至今能保有豐富生態 同時亦提供庶民日常生活所需 是名副西施的沙路母親河 那時候我們小學的時候 一二三年級 幾乎到禮拜三是半天的 我們都會三五好友 還是說同伴們休旧來這邊 等於說這裡就是我們的活動七頭的天堂 都是來這裡有應也好 抓起來也好 隨著競技起飛 南世溪流域漸暗不斷 水源污染不斷增加 為加強居民環保意識 附近里民特地舉辦 靜西環教宣導活動 因為我們住很近 但是其實跟這條溪 其實生活並沒有很緊密的關聯這樣 今天來的人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然後就是 而且很多都是在地人 然後大家都互相認識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因為南世溪 然後 串聯大家一起來這邊 一起撿垃圾 然後一起清一個道路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而且大家這樣之後 再來這邊就會知道 就是大家一起照顧的溪 湧圈南世溪在現今21世紀的工商社會 上能存在一條乾淨溪流 實屬不易 如果社區居民能夠隨時清淨南世溪 就可以時刻清淨水資源 淡蘭古道是過去前往宜蘭的重要通道 其中淡蘭古道的北路和中路 在新北市的雙溪交會 也造就了當時的繁華 淡蘭古道為清代淡水廳到 戈馬蘭廳的主要通路 因披荐木地 產業及路線的選擇 昏北中南三路 其中北路及中路 在雙溪交會 中濟補給的位置 造就了雙溪老街昔日的風華 從清朝開始就是淡蘭古道的中濟站 這邊有一個叫雙溪河 就是他以前的話是可以有非常大的輪船 那個船只都可以進來 一直到湖中的海邊 所以當時的馬街也是走這一條 到宜蘭去行醫 旅人一定要休息一個晚上 或在這邊消費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一個隔離的概念 雙溪老街位在坪林 牡丹雙溪輝流處 杜川頭到山中廟的長安街一帶 日日時期 煤礦的開採 水運通暢 仍維持著繁華 隨著礦業沒落 水路淤積及鐵公路的開通 各種商貿運輸活動 由杜川頭以往火車站 老街也逐漸失去光滑 後來其實日日時代 煤礦的開採之後 整個雙溪和淤積 那這邊的重要性也不太像以前那麼的必經 淡蘭古道為淡蘭100多年來開發史的見證 多數步道目前已經整理成民眾登山見行 探尋昔日風華的路徑